松山區蓬城裡 上週末舉辦的慶園校活動 在蓬城公園熱鬧展開 雖然寒冷卻不及民眾 前往活動的心情 一到晚上越來越多的人潮 大人帶著小朋友朝向這裡 提著今年燈籠采接湊熱鬧 那你覺得這裡最好玩的是什麼 我覺得走走逛逛 就是燈去木林 然後讓所有的鄰居大家都出來 然後就是大家互相認識 那這種活動是一種很健康的活動 我也很希望說所有的居民 都能夠出來大家認識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這樣子 那也很感謝我們里長真的很棒 他能夠每次都做的活動 都辦得很好很棒這樣子 因為元宵節是我們傳統的習俗 歷年來我們對元宵節特別的重視 因為它也是屬於元宵過後才算今年過年過了 所以呢在今天的這個特別的日子裡呢 我們也特別為我們本里的70歲以上的長者 來辦個慶生 還有呢小朋友現在都排隊排很多 就是來大家都來發燈籠 來慶祝一個有意義的這個假期 通過許里長的細心規劃 現場有許多攤位小吃 元宵節元宵可不能少 一碗熱呼呼的紅豆湯圓 要讓社區居民暖心暖胃 同時也準備了炒麵油飯 讓民眾吃飽吃滿 並且每次活動都會邀請 里內70歲以上生日將近的長者 來領長壽蛋糕 照顧里長的長輩 我們里長辦活動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的所有的居民 可以團結在一起 然後也讓這種元宵節的這種活動的氣氛 可以更加的濃厚 因為現在說真的 台北市的這種氣味 已經漸漸的比較淡了 然後自從我們里長上任以來 每年都有這樣子的活動 讓居民吃得開心 拿得也開心 小朋友來現場領燈籠 就開心地提著燈籠到處跑 夜晚的紀念小提燈更顯得耀眼 許里長也安排了樂團演奏 在優雅的樂聲下 民眾紛紛感謝里長舉辦活動 讓新春時節的日子 充滿濃濃的年味與人情味 記者渡君採訪報導